就是很諷刺的 當時越戰打得如火如荼 美國死了多少人在越戰 而且越戰 他要跟 越南現在還是共產黨 越南還是共產國家 所以理論上美國應該 不要跟共產國家來聯絡 所以沒有 他就為了打壓中國 拉著越南 拉著旁邊的國家 去打壓中國 那個時候拉著中國 去打壓蘇聯 現在要拉著越南等等 去打壓中國 反正沒有什麼 外界上沒有什麼永遠的道義 什麼講那些什麼正義 民主 自由 那都是嘴巴講講 你跟越南幹嘛要聯合 而且打壓中國 越南外廈到美國一大堆 很多中國的廠商都把工廠 包括台商都移到越南去了 所以我就想到說 以前越戰那些老兵 美國總統現在還跑去跟越宮 偷偷在越南會談 不知道有什麼感想 休息一下 待會 好 那麼賴清德到美國去 顧立雄說抱他的內幕 我看也沒什麼內幕 因為其實都已經時過禁遷了 台灣這新聞很快 大家現在對賴清德去美國 其實也沒有什麼太大的興趣了 不過顧立雄講說 因為去年有四枚東風飛彈 飛過台灣本島 台灣沒有公布 日本公布了 所以台灣就很驚嚇說 這種嚴重的事情 日本的公布你都不公布 所以他說從那個以後 國防部就改變了 所以隨時公布是這個意思 你看這是上次 我們把這個圖再調出來 勞共三個地方發射 然後這是日本推測的 還不是我們 然後怎麼走怎麼走 然後有四枚經過台灣的上空 有的是沒有經過台灣上空 當然經過上空就其實是滿嚴重的 照理講你都應該發布警報的 但是我們不發 為什麼怕大家害怕 所以就不發 這個顧立雄滿好笑的 他說蔡英文留了兩個重要的資產 因為很重要 總統到底你幹了八年 留下什麼資產 他第一個資產我也看不太懂 他說蔡英文使台海議題 成為全球高度關注的事項 是民主國家共同立志所在 我們打一仗不是更是全球關切嗎 如果兩岸打起來 那麼全世界都關切死了 就跟烏克蘭一樣 這真的好嗎 所以我覺得台灣最好大家忘掉你 最好大陸忘掉你 最好你就在那邊好好過日子 然後兩岸也沒有什麼兵兇戰危 然後老共在他的優先瞬息表 你在很後面 不要拉到前面 要趕快解決 台灣最應該這樣 而不是說 極致要把台灣放在 老共的優先表前面 讓全世界都關切 所以下一個烏克蘭 下一個就是台灣了 這真的好嗎 我不知道這好在什麼地方 第二個是台灣跟美國 高度的互信合作 我想台灣跟美國最近關係是不錯 不錯的原因也是因為兩岸緊張 所以曾明中就酸了說 你顧力雄要重修會計 顧力雄大概也沒修過會計 顧力雄修過會計 他不是法律系嗎 他做過經管會主委 但是經管會主委不一定修會計 他說因為這不是資產是負債 會計講的就是資產負債表 曾明中自己是財政專家 笑他一下 他想他也當過經管會主委 而且這個資產可能像核四一樣 是呆帳來的 好吧 不過顧力雄有一點我是同意他的 就是不贊成封殺抖音 我覺得這是對的 他說封殺只要一句話 封殺就殺了 但是可貴的言論之誤 也可能在一瞬間就被摧毀 我覺得這點要肯定顧力雄 我覺得這個態度是對的 另外共軍BZK005擾台 我們的國軍和日本防衛城 全部都在監控日美在看 我們在看 就是什麼意思 就是現在都給你公布了 以前都不告訴你 現在就告訴你 兩個共艦在宜蘭的外海 我覺得就是就公布 也沒什麼了不起 公布久大家也習慣了 隨便了 你來30個飛機 跟來三個飛機 你覺得有差別 我覺得沒什麼太大差別 好 不過老美說在兩年內 要部署好幾千架無人機 無人艇 來抵消解放軍的數量優勢 就解放軍照艦照得很快 他們說跟下腳趾一樣 艦一個一個出來 老美照得很慢 然後解放軍的殲20也很快 所以一年可以有200架出來了 很厲害的 他們說沒關係 我搞無人機 無人艦跟你鬥 反正無人機也比較便宜 又有AI來操控 然後也不死人 老美最怕死人 人也不在上面 然後就跟你打 說24小時可以鎖定1000個 好 1000個目標 這很厲害 這一來我們老共開始要發展無人機 我在很多年前 我們台灣早就應該發展無人機 因為這東西是台灣能力可及的 技術應該是可以的 又比較省錢 然後又嚇阻的效果 昨天計程車工會在尾牙 不是尾牙 普渡 普渡聚餐 之前就在猜了 之前傳出來的是說 因為他們把王不見王 所以柯文哲是7點到 郭台銘是8點到 最初是這樣說了 結果郭台銘6點58分就去了 就去了 去了以後 而且我看那個計程車時機 滿支持郭台銘 這點我有點驚訝 我有點驚訝 台灣阿民動算 台灣阿民動算 那個地方是很綠的 那個建國橋下那個計程車休息站 我以前也去拜訪過他們 雖然綠還是要去 你選舉還要跟大家握手等等 不綠了 現在不綠了 不綠了 改變了 對 等一下我再講 好吧 也有可能因為經濟不好 計程車司機不好 他們覺得說觀光也少了 路客也少了生氣了 因為對他們倆收入還最重要 意識形態沒有那麼重要 不管怎麼樣 看起來他們滿支持郭台銘的 說台灣阿民動算 然後接著柯文哲就到了 這種場合 通常講個三五分鐘話 兩三分鐘就結束了 誰要聽你講話 那個炒的鑰匙 握個手的 結果郭台銘講了25分鐘 柯文哲就下面 已經到了怎麼辦 就等了25分鐘 柯文哲上去只講了兩三分鐘 就下來了 下來了以後 郭台銘還在等柯文哲 就是要等到你 終於郭等到你了 對不對 他們說他們知道 郭台銘喜歡喝奶茶 我以為郭台銘喜歡喝咖啡 搞不好他也不喝咖啡 柯文哲也不喝咖啡 他們做一些喝什麼咖啡 結果主辦大臣就給 郭台銘準備兩杯奶茶 記者當然就打去問郭台銘說 你這一杯是要給柯文哲喝的嗎 郭台銘說這一杯是 我喝完一杯 我還要再繼續喝一杯 反正就是大家 不要亂扯一通了 然後柯文哲講完話下來 也去跟郭民打個招呼 然後我就注意他們有沒有 實質緊扣 沒有 這次 看到沒有 郭台銘拉了柯文哲的手 柯文哲的手沒握 就讓你握吧 讓你握好了 沒有實質緊扣 最近都流行實質緊扣 他們在金門的時候不是實質緊扣 所以要很小心不要亂扣 郭台銘就在柯文哲身上這樣拍兩下肩膀 然後握個手 意思是說我們下次還要見吧 還要見吧 民眾黨就說是郭台銘特意改時間的 本來不應該這個時候 應該我們柯文哲上去講話的 怎麼變成他先去 但是現在郭台銘的發言人 叫做黃世兄 他說我們本來 這個頭一天宣布的行程 給記得行程 就是7點要去 我們並沒有改行程 柯文哲因為沒有跟郭台銘喝到奶茶 郭台銘說希望有機會 能再一起喝個奶茶 因為郭台銘才宣布要連署 你現在跟他講要合 他現在怎麼合對不對 侯友誼覺得他還可以往前衝 柯文哲也覺得說 我要打破郭台銘 壓制我的這種民調 我也要往前衝 所以大家都衝 我覺得很好 衝 衝沒什麼不好 等到10月 因為11月20幾才登記 所以到了10月的時候 我覺得大致形勢也就差不多了 大概怎麼樣 如果說三個人都知道說 不合作是不能贏的 那就可以合作 如果有一個人覺得說 不跟你合作我也可以贏 那就很難合作 我想政治的情勢變化很大了 不過還是要回到民調 就是民調很重要一點是不能誘導 機構效應是一定有的 一定有機構效應 這個也不必諱言 無所謂 我只要看這個機構 長期以來怎麼做就好 但是不能誘導 所以不能誘導是 你如果做選舉就是選舉了 不要再問一堆其他的題目了 當然我也了解 因為現在民調很貴 所以可能有些機構覺得 我多做幾個題目 我會多發表幾次 也有可能 但是這種支持誰不支持誰 就是出來 一出來就是明天投票 你要支持誰 然後名字輪流 然後最後就問他的背景就是這樣 因為我曾經做過一個實驗 當時我跟陳沙扁選 台北市長說 我們做過一個實驗 怎麼做 就是先一個誘導題目出來 黃大洲雖然不講話 但是也做了不少建設 你市長要支持誰 黃大洲當選 趙浩康重視環保 敢言 你要支持誰 趙浩康當選 陳選扁 這個也是什麼不為權勢 什麼一大堆 你要誰 陳選扁當選 所以你只要一個誘導題目 被問的人就會在想說 誰來做調查 到底是怎樣 他甚至會投你所好 這個事情我特別去請教 民調專家蓋洛普的丁廷宇 丁廷宇說 他會回我 40年前他做過一個月的研究報告 做了一個月 如果中國時報 聯合報 智利 那時候還有智利 因為智利明前就是黨外民進黨 如果三個報訪員同步進行調查 只要說對於不敏感的交通問題 民生問題答案沒什麼差別 跟這個機構無差 只要問到統獨 那差異就大了 這就是機構效益 所以機構當然有效益 哪一個機構做的民調有效益 同時因為有機構效益 如果那個題目再有誘導性的話 那個答案可能就會有問題了 休息一下再回來 基本上是我覺得吃台灣豆腐 如果你真的覺得 台灣是主權對這個國家 就是富交 建交 為什麼不跟主權獨立國家建交 對不對 你還是沒有 一點名分都沒有 表面上還是不是 你只是私下統一下 私下統一下 對台灣真的好 如果真的把我當成 主權獨立國家 美國就富交 英國就富交 對不對 你雙重承認 我們也不反對 你都不做 都不做這個事情 當然也很奇怪 就是說因為四年以前 他曾經想選 當時也不少人給他建議 就是後來還沒選 就是說你如果真的要選 你應該成立一個智庫 找最厲害的學者 然後幫你規劃 台灣該做什麼 該做什麼 他都沒 他曾經想過 後來也沒做 四年前他覺得媒體打壓他 他也曾說我要買媒體 要辦媒體 也沒買 也沒做 然後在去年年底的選舉 如果你真的今年想選擇 你應該到處幫人家站台 來協助這些縣市長 他也沒做 他就是捐了一個疫苗 捐了疫苗 現在大家還講 也不是你捐的是鴻海 跟你的基金會捐的 個人沒出錢 是這些基金會跟 公司的錢 基金會的錢 不管了 也就是說他如果真的很想選 他四年前竟然已經有志未成 這四年應該好好的部署 通通沒做 突然就說我要選了 就開始了 所以看起來 這個個性看起來是滿衝動的 說我要幹 我就是幹了 就是這樣 我們一個一個來 三個人因為拉平了 是好事 是好事 如果三個人距離很多 很難談了 三個人拉平大家都知道 沒有一個人當選得了 是啊 對 沒錯 那你願意可以談 對不對 柯文哲可能原來覺得 我跟TPS TPS有一次做民調 柯文哲還超過賴心得 但你現在看 柯文哲大概也知道了 他自己去選不上 當大家都知道都選不上 而且目標是不希望 民進黨繼續執政的話 你要不要談 這是一個 你們自己去想 這些沒有一個是笨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你講得沒錯 四年以前郭台銘沒做 現在都說要做 但是會不會將來又不做了 你問我 我懷疑 他根本不會做下去 你問我的話 他今天做的事 都是四年前我跟他講的 當時他要選 對不對 他稱他國民黨提名 沒有被提 他要選 我說你只有兩個條件能選 第一個找柯文哲做你副總統 第二個連署百萬以上 他當時沒做 現在要做了 對不對 你當時 因為為什麼 因為當時柯文哲不會當他副首 台北市場做好好 幹嘛當你副首 好不好 現在做得成做不成 不知道要看他 他希望做成我覺得 侯友宜要起來 沒錯 侯友宜很難起來 為什麼 那邊有柯文哲 對不對 國民黨有百分之十幾的票 跑到柯文哲裡面去了 然後這邊跑了一個郭台銘 好歹就10% 10%也很多 10%如果加到侯友宜 他不就變成第二了嗎 還有韓國瑜 還有很多韓粉對韓國瑜 還有期待 對不對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說侯友宜民調起來 哪那麼容易 四分五裂 這邊弄一點 那邊弄一點 但是不是不可能 就是侯友宜一定要大破大力 一定要表現得比柯文哲 表現得比郭台銘 更強烈很多時候 政策的主張提出 一定要更強烈 感動人才有可能 不是不容易 但是並非不可能要跟他自己 他也必須要知道 他一定要這樣才能夠超越 另外當然我要跟郭台銘講一句話 很多時候人很多一輩子都成功 最後跌一跤 拿破崙就最好的例子 對不對 你比拿破崙厲害嗎 你的工業比拿破崙標柄嗎 拿破崙怎麼講 我一輩子 我的字典裡面有難這個字 是不是拿破崙講的 一次滑鐵爐 整個垮 就這麼簡單 休息一下再回來